廣東深圳市龍港區的立信染症機械公司 因為搬遷賠償不公 數百名工人罷工維權半個多月 公司至今沒有回應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維權從6月4號開始 第一天參與人數非常多 之後每天維權的工人有500多人 工人們每天在公司前喊口號 合法維權 立信陪我血汗錢等 工廠處於停產狀態 公司高層一直沒出面會見工人代表 工人們認為 公司方面是在採取拖延擱置的辦法 面對工人維權 該公司打算將生產線搬遷至中山市的新工廠 要求上千名工人先離職 再與中山工廠簽新合同 同時另立名目由第三方進行補償 並且是有條件的分三年期支付賠償 要滿足在此期間不能違規違紀 否則無賠償 自動離職無賠償 因此遭到工人們的反對 目前工人們白天維權 每天晚上則派人分批輪流在車間進行值班 阻止公司方將生產設備搬遷 深圳市龍港區人力資源局工作人員表示 工人們可以申請仲裁或上告法院 但不一定會受理 工人們的訴求是公司需按照勞動法的規定 按工作年限進行N加1一次性賠償 而是否去中山新廠上班 由工人自行決定 該公司原是港資企業1963年創辦 1969年起以立信燃整機械有限公司名稱經營 成長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紡機工業巨頭 多年前被央企控股 老闆季欣是副部級央企 中國恆天直接委派的廳級官員 季欣也曾在青島紡織和青島紅大領導過搬遷工廠事宜 因賠償不公 當時也引發勞動糾紛 新唐人記者熊斌 中原採訪報導